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节来学习战略控制 这节的内容今年教材进行了篇幅程度比较大的改写 这个改写好的一面就是这节的体系变得更加清晰 文字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但是它也有不好的一面 就是这节的内容琐碎程度仍然存在 对于我们大家复习主要是应对选择题 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请大家尽量把它复习的稍微细致一点 那么在这一节今年教材是安排了三个内容 首先给我们介绍战略失效和战略控制它相关的概念 概念了解完之后 第二部分给我们讲战略控制的过程 第三部分就是给我们讲战略控制的方法 所以你看整个逻辑体系变得更加清晰了 那下边我们来展开详细内容的学习 我们首先为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为什么在战略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会要求加强战略控制 加强战略控制其实是从三个方面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我们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 它总是会发生变化 跟企业制定战略 选择战略的时候 它的预测有可能会发生不一致 那这种环境条件的变化 就可能会导致我们战略实施 它的实际结果和我们预定的战略目标 产生所谓的偏差 那就说明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实现战略目标了 所以在整个实施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战略控制 通过战略控制呢 能够及时发现可能产生的偏差 并且根据偏差 我们背后的原因 我们制定补救措施 及时调整战略 这就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在实施监控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能够及时预测到 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 如果及时预测到了 我们企业就能够及时加以应对 这样就可以避免呢 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遇到的重大的损失 那么第三个 可能就和绩效评估演续起来了 就是在战略控制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呢 对企业 对企业内部各部门 包括呢 个人岗位 我们做相应的绩效评估 那这种绩效评估呢 从某种角度来讲 也会对我们企业内部的部门啊 岗位啊 员工啊 我们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 能够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行动力 最终呢 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 那么这就是战略控制呢 我们从这三个方面 简单阐述了 它对于战略实施 它的重要性 那这个背景大家了解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一节三个内容 逐一展开学习 首先呢 看第一个内容 来学习战略失效和战略控制的概念 它的内容很简单了 那就涉及两个概念 战略失效和战略控制 不过提示一下 这两个具体内容 考试情况呢 会有些细微差别 所以我们下边呢 要分别有针对性的来复习 先看第一个 来学习战略失效 这个内容呢 我们今年教材 没有发生调整 那么从最近几年考试来看的话 这个点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明显的考点 我给它的是两星 那么从考试提醒来讲的话 战略失效 我们曾经在选择题出现过 要求大家做相关的案例分析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请大家要注意 这个地方也是有可能在主观题 对大家做一定的考核 所以战略失效这个内容 我个人觉得属于呢 相对重要的内容 我们在这把它标注为一般重要 那么请大家呢 对战略失效的考点 在今年复习过程当中 一定要引起适当的重视 我们下边看战略失效的具体内容 谈到战略失效 我们教材呢 其实是给我们总结了三个具体的知识点 第一 首先我们来理解什么叫战略失效 听清楚 不用去被理解就行了 所谓的战略失效 就是说 在战略实施的过程当中 受到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 所可能发生变化的影响 导致呢 我们企业战略实施的实际结果 和我们预定的战略目标 它二者之间呢 产生了偏差 那就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我们战略实施 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因此就把这种现象的发生 我们界定为是战略失效 这就是这个概念 它背后的内涵 那么现实当中 对一个企业而言 战略失效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任何企业战略实施过程当中 你都不可能说 我不考虑战略失效 我回避战失效 这是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回避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研究完战略失效之后 紧接着就会研究战略控制 它的简单逻辑 这是我们书里的定义 那定义数据完之后 接着第二个内容 就涉及战略失效的类型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 案例分析出题点 可能在选择题考 也可能在主观题 要求大家做相关的判断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 主要是以理解为主 当然三种失效类型的名字 我们建议大家后期 把它稍微的记清楚一点 三种类型 第一早期失效 第二偶然失效 第三叫晚期失效 先看第一个早期失效 早期失效 它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强调在战略实施的初期 我们企业就遇到了内外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 遇到这种情况了 那这种情况一发生 就导致呢 我们出现了战略失效的现象 这叫早期失效 那么跟早期失效相对的 我们先看第三种类型 那就是晚期失效 怎么界定晚期呢 这样来说 战略实施一段时间之后 内外部环境条件才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结果导致实施的结果偏离了 我们预定的目标 出现了战略失效 这叫晚期失效 然后大家稍微琢磨一下 那你发现这两种类型 早期晚期 是不是他的界定相对比较含糊 这个过程当中呢 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尤其是不可能涉及一个定量的标准 所以这就告诉大家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个点案例分析题 这个呢 千万千万要仔细琢磨 案例材料他的细节文字 然后呢 我们去揣摩 这个初题人到底是考 在实施初期就出现了问题 还是说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 才出现了问题 我们才可能准确判断 到底是早期还是晚期 这是我们讲这两种类型 然后接着看中间这种类型 叫偶然失效 它的含义呢 关键词是在这 强调偶然因素出现 导致呢 我们战略出现了失效的现象 那么这个我们过去考试呢 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 所谓的偶然因素指什么呢 指的就是在企业经营 实施战略的过程当中 是企业管理层 根本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到 它会发生 结果呢 这种因素它就发生了 它一旦发生 就给企业的运营 实施的战略 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出现了战略失效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偶然失效 那这个在现实当中呢 我们很多企业都会遇到 最典型的 比如说最近一两年 我们所讲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 想一想 在2019年大概这个时候 我们任何企业的管理者 都不可能预测 突然 在我们中国 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出现了新冠疫情 我们预测不到 那这就是想到偶然因素 那它的一发生 是不是对各行各业 我们社会生活 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导致很多企业的战略 根本没有办法 按照之前的轨迹 来继续进行下去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偶然失效 这就是强调战略失效的 第二个细节内容 那接着第三个内容 教材呢 就是给我们总结了 战略失效的原因 听清楚了 这个点 如果要考 基本就会放在主关题来考 所以它算是一个主关题的冷门点 我们希望大家呢 尽量去覆盖 教材呢 是为我们总结了六个方面的原因 那每个原因 它的关键词 在我这个PPT 我都用黄颜色把它勾入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 你在复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先力争 把黄颜色所代表的观点文字 我们争取呢 把它理解 争取把它记得清楚一点 其他的文字 就是尽可能的把它兼顾 那下面我们注意来梳理一下 第一个可能造成战略失效的原因 是什么呢 强调 且内部缺乏沟通 你要注意 这个沟通 主要体现的是 次上而下的沟通 那这种内部缺乏 次上而下的沟通 它的表现 它的结果 怎么理解呢 教材后边这句话 给我们做了解释 那这句话呢 我就不再念了 我们把后原理呢 把它说清楚 内部缺乏 次上而下的沟通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企业制定战略 一般呢 是由高层管理者 他来制定战略 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由我们 众多的员工来实施 由于内部缺乏 次上而下的沟通 那就是说 高层管理者制定完战略了 但是呢 他没有能够及时 把有关战略的 一些设想啊 一些整体的规划呀 通过这种沟通 来传递给员工 那就说明 员工可能对你 高层管理者 所制定的战略 一无所知 如果员工不理解战略 不了解战略 那就说明 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员工自然呢 也就不清楚 在本部门 在本岗位 他到底应该干什么 才可能帮助企业 去实现预定的战略 这就是强调 这个原因 他背后的逻辑 所以大家呢 理解完之后 再去按照我们文字 把它讲清楚 强调战略 未能够成为 全体员工的 共同型的目标 成员之间呢 他缺乏 协作共事的这种愿望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接着看第二个原因 是谁呢 在战略实施的过程当中 各种信息的传递 和反馈 受阻了 一定先看清楚前提 什么前提呢 是实施过程当中 这个前提不要忘 那么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涉及呢 相关信息的传递和反馈 那这个传递和反馈 主要指的是 自上而下的传递 以及自下而上的反馈 如果进一步来解释 所谓的传递 自上而下 主要指的是 我们上级领导 对下属员工 我们发号命令 我们布置任务 布置工作 而所谓的反馈 主要指的是 我们下属的员工 在工作当中 在一线 他遇到了什么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呢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决策权 所以就必须把这种反馈的信息 我们反馈上级领导 那上级领导呢 就必须能够根据这个反馈的信息 及时调整自己 之前所做的决策 帮助企业能够应对环境的变化 这就是强调这个文字 它背后的原理 那你想 如果这种信息传递和反馈受阻了 那就意味着 上级的命令 我们没有办法传递给下属员工 员工不知道干什么 员工发现有问题了 他就不能够把这个问题 反馈给领导 领导呢 就不知道 他该怎么去调整他的决策 那就像我们的打仗一样 前线的士兵 跟后方的指挥部失联了 怎么联系 都联系不上 那就会导致整个战斗 就会变成一团舟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原因 它背后的原理 那接着看第三个原因是谁呢 关键词是资源 把它给我清楚 也就是说战略实施 是要求企业投入各种资源的 简单的讲 人财物 没错吧 但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在实施战略过程当中 他所需要的资源 包括资源的种类 包括资源的数量等等等等 和企业现实存在的 能够提供的资源 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上 出现了很大的缺口 简单的讲 资源不够用 如果资源不够用 那就说明战略 也就不可能顺利的实施下去 这就是我们讲呢 叫资源的内涵 把这个点呢 把它理解到位 我们接下来呢 看第四条 强调用人不当 这是它的关键词 为什么设计用人不当 就是因为战略实施 是由人 由员工 来执行的 那如果企业 用错了人 那自然就意味着 我们战略实施 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所以大家把这关键词呢 把它梳理清楚 那具体的表现 可能就是主管人员 作业人员不称职 或者说呢 玩乎职守 每年讲到我这条原因的时候 我的脑海当中呢 就会浮现出 大家应该就知道的 一个古典的故事 什么呢 三国演义 有一个故事叫 诸葛亮 挥类斩马术 在座各位肯定是听说过的 对吧 马术呢 他是一个所谓的将军 但是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 兵法看了不少 那么在守接亭 这个很重要的任务面前 诸葛亮呢 就派他去守接亭 他呢 又比较刚愎自用 不听旁边人的建议 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进行的布置 结果导致呢 大败 这就是我们所强调 在整个实施的过程当中 导致用人不当 导致呢 最后的悲惨的结果 这是第四个原因 然后接着 第五言语是谁呢 看清楚 管理者的决策 出现了事物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决策 本身就是错的 如果这个决策是错的 方向是错的 你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取得 女性的效果 这是强调第五个原因 然后最后的原因强调 外部环境 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把两个地方的文字 要看清楚 首先强调的是 外部环境 那一谈到外部环境 你主要联系什么去理解呢 就联系第二章 第一节 我们讲外部环境分析的 核心内容 主要指的是 第一个层面 宏观环境 PEST 第二个层面 产业环境 那也就说明 有可能企业经营 所在国家和地区 整个的宏观环境 发生了变化 就像现在大家知道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 发生战争了 那是不是 如果在当地 经营的企业 它就会面对 这种外部环境 发生了较大变化 受到战争的影响 你在当地的经营 是不可能继续延续下去的 那就说明 你的战略 也就不可能继续执行下去 还包括其他宏观环境线索 包括经济衰退了 等等等等 没错吧 那除此之外 也可以联系产业环境 你所在的产业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产业 突然开始走下坡路 产业开始衰退了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也可能会导致 你这个企业 在这个产业内部经营的时候 没有办法 按照你既定的战略 继续往下走了 那么这是我们所讲的 外部环境 出现了较大变化 我们就把战略失效 六个原因的核心点 就把它梳理完了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是把战略失效的概念 我们把它掌握到了 那掌握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学习战略控制 刚才我们说过 企业在实施战略的过程当中 战略失效呢 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回避 所以我们企业呢 就必须加强战略控制 使得战略失效 对企业战略失事的 结果的影响 我们尽可能把它降低 这就是战略控制 它由来 那下边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战略控制这个概念 它的考试情况 这个内容呢 看清楚 到目前为止 考试的频率 和它所涉及的提量分值 都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统一标的是一星 认为呢 这个具体内容不重要 那么大家呢 就是简单了解 我们下边讲课 所提示的细节点 我们能够应对个别选择题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个细节点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儿也把它写出来了 你先看一下 我们请大家适当了解的细节点 主要就是在后边讲解 战略控制相关概念的时候 我们教材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就是给我们介绍了 战略控制和预算控制 二者之间存在的不同 存在的差异 就把这个呢 我们当成个别选择题的处理点 我们适当的了解就足够了 那下边我们去先学习一下 什么叫战略控制 战略控制的定义文字很长 但是大家没有必要去背 大家呢 课堂上听我讲解 简单理解就行了 所谓的战略控制 意思就是说 在战略实施的过程当中 我们企业相关的部门 相关的管理者 就必须呢 能够及时观测 审视环境发生的变化 可能发生变化 然后呢 对战略实施 它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的基因绩效 进行评估 进行衡量 衡量出实际绩效之后 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实际结果 跟我们预定的战略目标 我们进行对比 通过臂底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战略实施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发生偏差了 如果发生偏差了 那这个偏差 它的程度是大是小 这个偏差 它的性质是好是坏 更重要的 还要进一步分析 产生偏差背后的原因 找到原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采取 补救措施 通过这种纠偏 通过这种补救措施的执行 最终 能够保证我们战略实施 按照我们既定的方向 来继续进行 实现我们预定的战略目标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 战略控制它的基本逻辑 那这个原理呢 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很常见的小事 或者是一些做法 就可以把它理解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去开车 那你发现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必须保证 我的车辆 按照既定的路线 往前行驶 但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会有各种意外因素出现 那这时候 我们一般 怎么样做控制呢 那就是 我们开车的时候 要随时观察 我们车辆周围 可能发生的环境变化 还要观察呢 什么 我们自己的车 就是我的速度啊 我的方向啊 是不是保持我们正常的要求 那么如果发生意外情况 我们就会发现偏差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采取补救措施 什么补救措施呢 我们通过方向盘 来调整我们的方向 通过油门刹车 来控制我的速度 那最终呢 保证我们能够躲过意外因素 造成影响 使我们能够继续安全的往前行事 是不是这个逻辑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啊 那么正式强调呢 我们对文字性的东西 简单解释了 那么针对这个定义 我在这呢 又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图 帮大家呢 再稍微的把逻辑梳理一下 一般来讲 当我们谈照战略控制的时候 整个战略控制的过程 或整个的流程 一般呢 就分成四个环节 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制定控制的标准 我们以什么为标准 还进行控制 那么如果联系战略控制 这个地方所谓的标准 其实呢 就是我们预定的战略目标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目标 来判断我们是否产生偏差了 然后接着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对实施过程当中 我们企业的实际业绩 我们进行衡量 那这个业绩呢 既可能包括企业整体的业绩 也可能会包括 且内部每个部门 它本身的绩效 衡量出这个实际业绩之后 接下来呢 就把实际的结果 跟我们预定的目标 也就是这个标准 我们二者要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来看看呢 它是否产生偏差 那我前面我也说过了 是不是产生偏差 我们就一定要实施战略控制呢 这可不一定 因为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 第一偏差的程度大小 有的偏差呢 程度很微小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 对它采取相关的措施 只有这个偏差程度很大了 可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了 我们才可能采取相关的纠偏措施 但是是不是说偏差很大 就一定会采取缘措施呢 也不一定 我们还有分析呢 这个偏差的性质 因为偏差 有可能是好的 有可能是坏的 我们举例子 比如说 如果我们分析的指标 是营业收入 那么我们确定了目标的值 比如说营业收入是1000万 现在呢 通过衡量业绩 发现呢 我们实际的营业收入是多少呢 是2000万 那你告诉我 这个偏差性质是好还是坏 这个偏差性质应该是好的 营业收入是增长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换一个指标 你会发现指标数字的增长 可能就是不好的 最典型的就是成本 我们预定的成本 目标 标准水平 比如说是500万 但是呢 衡量实际业绩的时候 这个成本 它的发生值变成了800万 同样这个指标数字是上升的 但是记住 是这种情况下 它的偏差性质就是恶 坏的 就是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呢 还要进一步分析偏差的性质 那分析它的数量大小了 分析它的性质好坏了 那接着最重要的 就是分析产生偏差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只有把原因真正找出来了 我们才可能 根据原因来制定补救措施 制定管理措施 我们去实施 然后呢 能够把这个偏差 把它给弥补过来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战略控制它的基本原理 原理理解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大家 从应试的角度 主要就是在稍微的了解一下 教材这个表格 听清楚 这个表格 就是偶尔会在选择题涉及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内容 大家呢 也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表格呢 主要是给我们总结了 战略控制和我们企业日常运营过程当中 我们使用的预算控制 它们之间存在的不同 这个不同呢 就是四个方面 第一 控制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其中呢 当谈到战略控制的时候 它一般意味着控制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可能是一年以上 比如说几年甚至十几年 但是当谈预算控制的时候 预算控制它的时间比较短 通常是在一年以内我们来进行预算控制 这是第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区别就是使用方法不一样 涉及战略控制的时候 我们既可能用定量方法 也会用定性方法 强调定量结合定性 但是当谈到预算的时候 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定量方法 为什么 你理解一下什么叫预算 我们怎么解释预算 简单的讲 用数字表达的计划 这就是预算 既然它是用数字来表达我们相关的计划 所以我们用预算做控制的时候 一般都是涉及定量的这样的评估 所以它是定量的方法 那第三个区别强调 我们控制的重点不一样 战略控制既涉及内部 也涉及企业外部 也就是说我们做战略控制的时候 一个方面要关注我们企业内部 我的整体运营情况 另外一方面呢 也要关注我们企业外部环境 比如说宏观环境啊 产业环境啊 它可能发生了变化 但是当谈到预算控制的时候 我们眼睛呢 主要是盯着自己 主要关注的就是我们企业内部 我们整体的运营 是不是出了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 原因是什么 这是第三个区别 第四个区别强调呢 在控制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采取纠偏措施 对不对 那么这两种控制方式 纠偏措施 它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讲 战略控制 我们采取纠偏措施 它的频率呢强调是持续性进行 不断进行 但是当谈到预算控制的时候 记住 它的频率呢 相对要低一点 它对呢 它不是持续进行 而是呢 一下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 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 那它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呢 就是因为我们就预算做管理 做控制的时候 它涉及预算期 我们只有当一个预算期结束之后 我们才可能知道预算实际的执行结果 才可能把这个实际进行结果 跟预算的数字去对比 看看是否产生偏差 所以预算控制呢 它是人为的分割成了一段一段一段来进行 那么这就是强调这个表格简单的线索 那我们到这呢 就是把战略控制的有关概念 就把它梳理完毕了 这就是我们所学习的第一个内容 我们学习了战略失效和战略控制的概念 学习完这个内容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一节的第二个知识点 来学习战略控制过程 这个知识点的内容 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一个内容 但是呢 根据它本身的编写 按照我自己经验的判断 这个知识点 我们涉及考试的概率应该不高 如果涉及考试了 顶多也就是个别的选择题 所以总体来讲 它不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那么大家呢 就简单了解 我们战略控制过程 它的基本框架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教材呢 就是把一个企业开展战略控制 整个的过程 它是分成了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 我们大家呢 把标题稍微熟悉 就足够 具体内容没有标题展开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首先 要设定 我们实施战略控制 我们的目标 那也就是说 要先确定 我们进行战略控制 想取得的结果是什么 先把目标确定出来了 目标确定完之后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呢 要选择适合的战略控制的方法 因为现实当中 我们可以用于战略控制方法 很多 那么对于不同企业而言 你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这是第二步骤 选择完方法之后呢 第三个步骤 就是利用我们所选好的方法 我们去实施具体的战略控制措施 把它落地 那落地之后 我们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呢 进行战略控制 整体效果的评价 和它的反馈 只有评价了 我们才可能知道 整个的战略控制 是否取得我们预期的目标 然后我们再去呢 进行有关经验的总结 根据这种经验得失的总结 就可以更好的指导 我们下一次相关工作进行 这就是我们整个战略控制过程 它一个简单的逻辑 大家呢 也就是稍微了解 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二个内容 那下边呢 我们学习第三个内容 教材进一步就给我们介绍 一般来讲 一个企业实施战略控制的时候 有哪些可以选择的方法 我们在这呢 请大家先熟悉一下 教材所讲这几种方法的名称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预算 来进行战略控制 第二 可以通过对企业业绩做衡量 做评估 我们实施战略控制 第三 我们可以用平衡计分卡 这种业绩衡量的模型 我们进行战略控制 那最后个强调 可以用统计分析 或者是专题报告 这种形式 来进行战略控制 这就是四种方法 那么根据我们过去考试来看的话 听清楚了 这四种方法 它的考试情况 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我们下边讲解的时候呢 我会针对每一种方法 再去逐一的提示 它可能的考试情况 大家呢 注意听 课下做好有针对性的复习 同时呢 这些方法当中 有些内容 我们精彩 教材也做了比较明显的改变 所以大家千万注意 这种教材本身的调整 我们下边逐一来学习 先看第一个 来学习呢 有关预算 对于这种方法 我们在讲义上 课堂上 主要就是给大家讲 教材所提到的预算的类型 其他内容 我们会选择放弃 听清楚了啊 那我们先分析这种方法 它的考试情况 预算的类型 这个呢 从最低年考试来看的话 是一个高频考点 可以说每年都会考到 但是它的提型相对比较简单 主要的提型是选择题 个别时候 也曾经在主关题出现过 但是 在最近四五年当中 主关题没有出现 应该是时间比较早 我们考过主关题 最近几年 全部都是用选择提型式 来进行考核 所以呢 这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考点 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保证 把这个内容 我们把它拿下 也就是说 今年遇到这个点考题的时候 你要保证这个地方 不要丢分 那我们复习 到底复习什么呢 听清楚 下边我们要学的 就是教材 给我们介绍两种不同的预算类型 我们呢 请大家先去理解 两种类型 它各自的含义 我们能够应对 按理分析题 除此之外呢 我们教材紧接着 又给我们介绍 这两种预算类型 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这个优缺点 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死定备 因为从最低点考试分析来看 它一般是放在选择题的选项 要求大家进行甄别 所以请大家呢 刻下 我们尽量把这个优缺点的原文的文字 我们适当多看 我们多熟悉 这就是强调我们整个考试和复习的建议 那下边呢 我们就逐一展开 首先大家先注意 我们教材讲了 哪两种不同类型的预算 一个呢 我们叫增量预算 一个叫零基预算 我们再去展开 先看第一个增量预算 这就是教材所给的定义 这个定义本身不用去背 请大家呢 理解 同时呢 这个定义当中的原文的关键词 大家呢 适当关注一下 主要就是为了应对案例分析题 他这样来说 所谓的增量预算 就是指呢 企业在编制下一期预算的时候 他要依托 依托什么呢 第一 要么依托以前期间的预算 也就是上一期的预算 或者说呢 上一期 我们实际的执行结果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我们进行局部的这种修修补补调整 就可以得到下一期的预算 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增量预算 大家把含义呢 把它理解 那我们发现 如果采用增量预算这种方法去编制预算 那是不是说明上下两期预算 它的变化会大吗 一般不大 因为下期预算 就是在上一期预算的基础之上 我们做局部的修补补补就得到了 所以整个变化不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这就是强调呢 我们梳理了它的基本定义 那定义梳理完之后 下半 我们整体来看一看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 这个地方还要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教材 对于两种预算类型优点缺点的文字 做了全面的改写 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种变化 尤其是大家课下 如果做习题练习的时候 你自己找了往年的试题 如果遇到这个类似考点相关往年试题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选项的表书啊 这个答案的分析判断呢 都都是必须根据今年教材呢 进行调整的 千万要注意这个啊 那下边我们首先看增量预算 它的优点 有这么几个 第一呢 整个预算编制所涉及的工作量会比较少 为什么比较少 就是因为用增量预算编制预算的时候 我们是在原有预算的基础之上 经过适当的调整就得到了 所以这种适当调整 就意味着编制预算的工作量会比较少 我们相关的员工 相关的人员 他使用起来呢 相对也比较容易 这是第一个优点 然后第二优点 强调预算变动会比较小 刚才我们解释定义的时候 我们提示过这个线索了 对吧 那如果变动比较小 同时呢 这个变动 它也是呈现出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特点 那就意味着 我们每一个使用预算进行管理的部门 我们是不是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他管理的这个依据 这个预算也是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整个部门的管理就会显得什么 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 太大的波动 这第二优点 然后第三优点是谁呢 由于我们使用增量预算这种方式 那就意味着我们整个预算编制的原则 我们预算编制整体的框架 就是我们设置哪些项目 这个呢 基本上不会做大的调整 因此呢 好处就是避免因为资金分配规则改变 而导致呢 我们内部各部门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这是他的第三个优点 然后第四优点强调比较容易呢 实现协调 为什么容易实现协调呢 就是因为我们编制预算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依据 这个依据就是上一期的预算 而上一期的预算已经是经过协调 经过批准去执行了的 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只是做局部的修改调整 那是不是修改之后 这个协调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 这就是我们所讲他的优点的若干条 那接着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缺点 缺点呢 有这么几条 第一 使用增量预算这种方式进行的时候 其实呢 隐含一个假设条件 什么条件呢 企业在下一个预算期 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内外部环境条件 也就是基因条件 和我们企业自身各项基因活动 这个呢 应该不发生变化 或者说不发生明显的变化 所以我们才会 根据上一期预算 经过简单的调整 来得到下一次预算 他有这样个景含的前提条件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前提条件在现实当中 往往是站不住脚的 在现实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各种情况都是在发生变化的 所以使用增量预算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考虑到 我们企业基因 所面对的各种环境条件 以及呢 自身的各种基因活动 可能发生的变化 如果他没有考虑这种变化 一旦这种变化 在下个预算期发生了 那就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 企业所编制的预算 跟企业实际经营活动 就可能会产生脱钩或脱节 这是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是谁呢 使用这种方法 我们进行预算管理的时候 容易呢 使得企业的管理层和部门经理 有一点偷懒的感觉 就是呢 他不用进行创新 你只要能够按照以前预算 我们继续维持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总体来讲 不利于企业去开展创新活动 然后第三个 这种预算类型 它和部门员工的绩效 联系呢 并不是特别的直接 看清楚了 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 因为编制这个预算的时候 完全是根据以前预算 我们来进行调整得到的 跟部门的绩效 跟员工的绩效 没有直接的联系 那如果没有这种直接联系 就意味着站在部门的角度 站在员工的角度 他们呢 也就不会产生足够的 努力去降低成本的这种动力 也就是说 我该花的预算 我都花 然后呢 即使我把预算节省下来了 我有实际的业绩了 但是呢 对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我干脆 我就把该花的 我都花了 不该花的 我也都花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整个降低成本这块呢 它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 这第三 然后呢 第四个跟第三条的思路很接近 也就是说 鼓励各部门把预算用光 以保证呢 下预算 它不减少 那这条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大家呢 联系现实当中 我们常见的现象就可以了 叫什么呢 叫年底突击花钱 在座各位不知道 经历过没有 比如说 像我们国内一些事业单位啊 行政部门呢 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年初的时候 给你下达了预算 到年底 那你会发现 如果当年 有些预算项目的经营钱 没有完全花完 还剩很多 那就会产生突击花钱的情况 为什么突击花钱呢 就是因为 如果当年你没有花完 那么下一年 给你下达预算的时候 可能这个方面 就会把它收回 把它减少 因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鼓励呢 相关的部门 相关的员工 尽可能把钱预算都花完 即使这个钱不需要花 他也会想办法去花 那你看 是不是 这条最后的结果 跟上一条 疏图相同归啊 也是强调 不能够帮助企业 有效的控制预算 有效的降低成本 这就是讲第四个缺点 然后第五缺点强调 随着业务活动 及其开支水平的变化 而失去合理性和可行性 那么这条 其实跟第一条 逻辑也是联系起来的 刚才我们解释过嘛 编制增量预算的时候 假设条件 就是呢 我们企业未来的各种 基因条件活动 会发生变化 但是在现实当中 这个变化随时会发生 而一旦变化发生 就意味着 我们所编制的预算 它就不能够真实的反映 我们且实际的情况 那这个预算 肯定就会变得不合理 就会变得过时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增量预算 它的主要的缺点 这就是第一种类型 那下面我们看第二种类型 叫什么呢 叫零基预算 同样也给出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也不用去背 也是请大家理解 定义当中最关键的文字 就在这 以零为基点 那也就是说 在编制下一期预算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考虑 以前的情况 以前的预算是什么 以前的实际执行 是什么情况 根本不考虑 完全是根据 我们下个预算期 企业经营的实际需要 我们从零开始编 来确定呢 预算的各个项目 然后呢 再去确定每个项目 它所涉及的具体的数字 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零基预算 那你想 如果从零 开始编一个企业 整体的预算 往往意味着 这个工作量会 非常非常的大 可能需要各个部门的员工 都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我们才可能 编制出一个比较完整 能够完全符合企业 实际情况的相关预算 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零基预算 那下边 同样再次数理 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 优点呢 是分成如下几条 第一 这种预算类型 有利于根据实际需要 来合理分配企业 整体的资金 因为编制预算的时候 就是根据下个预算期 我们实业实际进行需要 我们确定预算项目 确定每个项目具体的金额 所以对企业整体资金的分配 更加符合企业 未来的实际需要 这第一个需要 第一个优点 然后第二是谁呢 有利调整各个部门和员工 参与编制预算的集体性 刚才我说过了嘛 要想重零开始编 我们就必须呢 全员动员 每个部门 每个员工都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我们才可能保证呢 整个预算编制 它是最合理的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呢 增强员工的成本效益意识 完全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来确定你的预算水平 下边就是 鼓励企业管理层和部门经理 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创新 你就不用墨守成规了 不用完全考虑过去的预算了 完全是根据你未来需要 你去确定预算项目 确定预算金额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就可以鼓励相关的负责人 通过创新 然后呢 帮助制定出更加合理的预算 那最后一个就是 增加预算的科学性和透明性 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背后的简单逻辑 就是全员参与 每个员工都参与进来了 所以呢 我们整个预算编制 就会变得更加透明 由于这个预算 完全根据未来实际需要 来确定出来的 所以呢 它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这就是强调 灵机预算它的优点 那么缺点呢 也比较明显 第一个 最大的缺点 就是整个预算编制 很复杂 工作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是从零开始编的嘛 所以会导致呢 我们相关的费用 可能会增加的比较明显 这第一个缺点 然后第二缺点强调 如果在编制 灵机预算的时候 主要把焦点 集中于下个预算期 那么就有可能呢 导致相关预算编制人员 过于关注短期的这种效果 而忽略什么 忽略了长期的利益 这个大家把它理解一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编制下个预算期 有关的预算 考虑到呢 下个预算期 我们企业经营的环境 可能会比较恶劣 那我们就必须呢 要加强有关的成本费用支出的控制 我们别人预算的时候就会想 那我就把某些部门的预算 我把它给压下来 比如说 我考虑把研发部门的预算 把它压低一些 把营销部门预算 把它压低一些 如果把这个预算数 把它压低下来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下个预算期 这种短期的目标 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兼顾到了 因为我们能够成功的控制 什么费用的发生 没错吧 但是按照刚才举的例子 如果你把研发部门的费用压下来了 把营销部门费用压下来了 那是不是有可能 对企业未来长远的发展 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你后续的研发力量就被削弱了 你的市场影响力 技能力可能就会被削弱了 接着是强调呢 我们第二个缺点 它的背后的简单逻辑 这看第三个是谁呢 规则和业务项目开支标准 进行了改变 那这种改变呢 可能会引发部门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 这个所讲的 规则和业务项目开支标准 主要指的就是编制预算的时候 我们确定的预算编制原则 预算编制的标准 以及呢 我们所确定的各个预算项目 这个我们会发生变化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编 是根据下个预算器的需要来编 那就说明这种原则呀 标准呢 项目啊 可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这种规则 规矩变了 那就可能会导致呢 我们部门之间为了争夺相关预算 而产生所谓的矛盾和冲突 这就是强调 灵机预算它的主要的缺点 那我们到这儿就是把预算控制 这种方法 教材所讲两种预算类型的内容 就把它梳理完毕了 请大家课下呢 再去理解两种预算类型的含义 然后再争取把这个优点确定文字 尽量多熟悉 我们下边在课堂上呢 和大家分享一道例题 看一看这个点 我们案例分析选择题 典型的考试套路是什么 这道题是个多选题 看清楚 题目上来说 信中银行每年呢 都依据实际业绩编制预算 2016年底 信中银行在某地开设了一家分行 该分行呢 2017年预算编制类型的优点 有哪些 列出了ABCD四个选项 大家先不要着急看具体答案 我们先把这道题的分析 套路思路先梳理清楚 这道题是什么逻辑 那是不是呢 首先要求我们根据 前面所给的安利线索 判断一下 这个分行 这个点看清楚啊 不是考核信中银行本身 而是考核这个分行 新开的分行 它编制2017年预算的时候 应该用的是什么 预算类型 先把这个类型判断完 判断完之后呢 我们再根据四个选项来甄别 哪些是这种类型 它的优点 这就是我们这个知识点 一个最典型的考法 大家呢把它熟悉 那下面我们看看材料 根据材料所做的提示 首先得出第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信中银行 它编制预算的类型 应该是什么 关键词呢 就在这 根据实际页纸 编辑预算 那就说明 传统上 信中银行 使用的都是 增量预算 把这个结论就得出来了 那是不是说 这个分行 编制2017年预算的时候 它也会增量预算呢 不是 为什么 这个地方 专门给我们大家 挖了一个坑 特别强调了 这个分行是2016年 年底才开设的 刚开的 那如果接下来编制2017年的预算 它有没有可能执行增量预算 不可能 因为2016年 它还没开呢 它没有相关的预算 没有相关的是业绩 没错吧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分行 在编制2017年预算的时候 肯定是需要从零开始编的 所以得出最终的结论 这个分行17年的预算 应该属于零基预算 这里边就故意给我们绕了个弯 你要把它列到位 然后判断出零基预算之后呢 再看ABCD四个选项 它有关的甄别 A 增强员工的成本效益 这是它的优点 然后呢 没有考虑经条件和经情况的变化 这是 这是它的优点吗 零基预算的优点吗 不是 这是增量预算的优点 缺点 接着看C 鼓励企业管理层和部门经理 根据环境变化进行创新 这是不是优点 这是它的优点 然后看D 比较容易对预算进行协调 是吗 这个不是 这是增量预算的优点 所以经过这样的甄别 答案呢 应该是A和C 数理性这个套路了吧 那下边 我们根据这道题 我们再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看看我们整个思路 是不是发生变化了 什么地方调整呢 把这个时间点 我们改一改 改成什么 比如说 问你 这个分行 编制 2020年预算的时候 它的优点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整个的结论就变化了 它是2016年底开设的 现在我们问的是 2020年预算编制 这时候 它应该继续按照 信中银行传统做法 是用增量预算来编制 那我们结论就认为 它编制的应该是增量预算 然后再去甄别四个选项 哪些是它的优点 所以我们这里边就请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 我们是很容易给大家挖坑的 那么根据过去考试 包括复习过程当中 我所掌握的情况 我们有的同学做的比较粗心 这种坑就不太容易看出来 结果答案就全错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分析的套路 那我们到这儿呢 就是把第一个方法预算的内容 就把它全部结束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分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